9月2号晚 消息爆出后 羊羊经纪人第一时间予以了否认 并委托律师发表声明 对于汉芝云出品方再度爆出羊羊毁约的这一声明 粉丝宝宝都不淡定了 指责汉芝云一而再地咬着羊羊不放 是为了炒热度 前方碰瓷来袭 这是牛鬼蛇身都来蹭热度了 另外 在微微一笑狠气城中 饰演美人失声的郑叶成也被爆出 意图和经纪公司毁约 在这则声明中 剩下新空指郑叶成 在今年7月私自接洽演艺活动 并且拒绝和公司进行沟通 还进一步要求撕毁双方之间的经济合约 针对这些情况 该公司和郑叶成签署的 一人合约仍在有效旅行期间 该有效期截止至2021年6月30号 郑叶成单方面发出解除通知之行为 并不具备合同解除的条件 芒果老新闻 人红是非多 祝大神和美人师兄 早日摆脱毁约风波 报道